你知道这不是马路也不是垃圾场 这是一条河 那河面上都布满了垃圾 对地球的耗损是谁来造成的 就是我们人类来造成 我们自己的心照顾好 我们对这个地球的资源如果征行的话 我们可能也许会延缓地球脑化造成的危机 感恩有这些人 就是维护环境 就是会有很多垃圾 然后没有办法回收 然后就会一直堆积 然后会污染环境 然后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还有动物的身体 因为他有花 所以就放在披衣花那边 拿去换给 也很开心看到很多长辈跟我们一起做志工 我为了下一代好 所以他来这里付出他一份自己的心力 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感动 所以我可能会从减硕开始 尽量不要使用一次性的东西 因为他真的很浪费又不环保 因为那些东西用了真的就不能再回收 环保站的时候看到很多 就是我在回收塑胶袋的时候看到很多 就是几乎是 好棒喔 我回收完一栏之后 然后又有下一栏进来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少用塑胶袋 然后多自备自己的环保袋啊 然后这个可以重复利用 而且对地球也比较不会那么有伤害 不然的话去燃烧的话会有产生那个带凹性 这个是不但会污染空气 还会污染土壤还有水 这个是很重要的